大路面已经积水 机车骑士不敢大意 满满骑行 但还是见起不小的水花 那次同被冲到马路上 停放在一旁的四轮车车轮 已经被淹没 而当地居民趁着雨伞外出查看 水已经淹到脚踝 高雄骑警二号早上七点十六 适逢满潮期 骑警工友市场一早就传出淹水的状况 店家拍下影片提醒大家路过要小心 又开始上考了 请路过了 好的 各位好朋友们 小心骑车开车开慢一点 骑警工友市场因为地势低洼 只要碰上下大雨或是大潮就容易淹水 再加上这次山陀尔台风侵袭 尽管已经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无法阻挡涨潮 被网友戏称是归宿的山陀尔 已经在二号清晨转为中度台风 虽然未来强度预估还会再减弱 但是移动的速度缓慢 导致台风的影响时间也会更长 高超市长陈其迈也表示 前阵小港已经骑京一带 中心位置可能会有高达17级以上的阵风 民众外出还是要做好防台工作